Hello大家好,我是航天宝宝,我又来更新我的视频了 那今天要带粉丝朋友们去看一看巴基斯坦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他们都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和我们国内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那我也是预约了很长时间,如果你们对我的这个视频感到满意的话 或者说是有任何的想说的话,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最重要的是给一个爱的鼓励,一键三连哟,Let's go 今天带大家看看巴基斯坦的中产阶级及富人都住什么样的房子 那这些拍摄地点呢,都是在伊斯兰堡的F10区域 在讲之前呢,我先插一个小话题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外 除了总统府大楼群,议会大厦和政协办公机关大楼以外 伊斯兰堡市区是很少有高层建筑的 近年来巴基斯坦开发了很多公寓 但是家里面有点家底的人还是很喜欢住这种别墅的 在巴基斯坦每个区都有这样的别墅群 所以呢,你说巴基斯坦没有钱 但是你看到这些别墅你就会感觉我在网上看到的是假的巴基斯坦吗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是我见过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富人可以说是相当的富有 过的生活是相当的奢民 那穷人正如大家所见的贫民窟一样是非常的穷困潦倒 今天拍的这几个视频在巴基斯坦也算是比较有钱的 但不是非常有钱的 巴基斯坦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有关注过中国那个博主叫爆走兄弟的粉丝朋友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有一期视频 那在有钱人家里面他是会养一些生猛的宠物的 比如说老虎、狮子 那像家里的一些水杯啊 那个用的一些器皿 那可能都是黄金打造的 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就是贫富分配不均 这个现象非常严重 还是那句话巴基斯坦的国家的这些重要的一些产业 是在这些富人手里的 那拥有土地的人就拥有了财富 看了这么久 很多小伙伴都好奇 这样的房子需要多少钱呢 那插一个额外的话题 在巴基斯坦这种大房子 越大的房子住的人反而越少 因为他们都有好多套这样的别墅 越是小的房子 小的平房 可能住的人反而会更多 在巴基斯坦拥有土地 就是拥有财富 可以代代相传 所以这些富人的家族的财富 像滚雪球一样的 一代一代的越滚越多 像那些穷人 他们每个月赚的钱 只能够他们每个月的消费 所以他们永远存不下钱 也永远买不上土地 也永远盖不了这样的房子 巴基斯坦人装修房子的风格 偏向于美式 还有一些中东 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风格 因为巴基斯坦人有钱人 他们都会喜欢去 这些宗教国家 邻近的 像萨特阿拉伯这些国家 首先是文化上比较相近 大部分巴基斯坦的别墅 都是拥有地下室的 也就是地下室一层 上面一层 然后再上面一层 一般都是三层 而且大部分的 这些房间里面 都是带洗手间的 所以一个私密性会更好 考虑到家庭人口众多 所以他们不会去共用洗手间 都是在卧室里面 有洗手间的 那我个人在伊斯兰堡 也是租过一栋别墅的 因为太大了 所以没有几个人就退掉了 在巴基斯坦这种别墅 一个月的租金 大概是35万到60万卢比 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中国人在巴基斯坦 租这种大型的别墅 拥有很多房间的 用来做隔离宾馆 然后做这种中国人的宾馆 所以导致近一年来 这个别墅的租金 是持续上涨的 很多小伙伴说 35万到40万卢比 是多少钱呢 大概是12000到15000人民币之间 在巴基斯坦租房子 基本上是不配备家具的 但是如果你租这种别墅的话 它还是有部分家具给你的 然后它的整体厨房 也是配备的 那巴基斯坦人对于洗手间的 这个重视程度比我们国人 还要高的 会有很多粉丝在视频下方 会反驳我说 你拍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巴基斯坦 在这里不做过多的强调 贫穷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 你如果真的看到了 你就相信了 这种三层的别墅 通常都有8到12个房间 私密性还是很好的 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也看过一些视频 就是巴基斯坦的有钱人盖别墅 然后这些建材 他们都是集装箱 从广东的小朗中山吧 然后还有就是佛山进一些瓷砖啊 或者灯具啊 他们是用集装箱拉回巴基斯坦的 所以你可见它的实力也是不一般的 而且这种数量的人还在不断的在增长 所以巴基斯坦这种上层的人 他们是在装修方面还是非常的下血本的 我前面的视频也讲到 巴基斯坦的富人早上是不起床的 都是在下午三点以后才起床 然后只有穷人才是在早上起床的 那他们的这个成本到底是哪些方面呢 那巴基斯坦人 他们这些土地是自己家一直拥有的 主要的就是一个建筑的成本和一个装修 购买这些家庭配套的这些成本 所以如果花500万盖房子和装修 那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支出了 在巴基斯坦普通的家庭里面 他们的房子房间数量也还是可以的 一般都只在三到五个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们的装修没有这么豪华 另外他们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也就造成看起来乱乱哄哄的感觉 在我们很多中国博主的视频里面 看起来也没有这种高大上 然后呢 主要还是对接的一个人群的问题 今年来巴基斯坦开发了很多新的公寓 一般是七楼到顶的 然后呢 里面也是新楼盘是一些精装修的房子 那多少钱一平米呢 那我了解了一下 大概是人民币有九千到一万二之间 在巴基斯坦首都这个地方 这种高层是九千到一万二人民币之间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些 只不过是多一点 多一点了解巴基斯坦而已 那这种房子呢 一般是比较偏交的地方 还不是在这些别墅群里面 那在巴基斯坦如果租房子 它的佣金是怎么收取的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在巴基斯坦租房子 它的佣金收取是你半个月的房费 比如说你的房子 租一个月是三万卢比 那你就需要给它一万五卢比 在巴基斯坦穷人和富人之间住的 地域呢 也是有区分的 一般如果你问一个巴基斯坦你住在哪个区 那他告诉你在F7 F10 F8 F9 这些区域都是富人区域 所以它的房价也会非常高的 在F区 区域的一些别墅 它的总房款下来的话 都是在一千万人民币以上 这种别墅它的中介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这种中介的费用我有问过 这种费用的话是总房款的千分之一的一个提成 你需要付的中介费 通常情况下像这样的别墅家庭 他们都会有两到三个佣人 负责做饭的负责打扫卫生的分工非常明确的 我今天发这段视频只是想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巴基斯坦 想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巴基斯坦 刚刚看的这几套别墅 它的总房款在500万至1000万人民币之间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样的房子800万到1000万人民币之间 价格合理吗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暂地的别墅的 而不是喜欢住在高层里面 OK粉丝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一键三连点一个关注 下期的节目更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